这套房子在杭州柳营花园东区一状,面积将近80平方,是图先生夫妻俩去年花了420万买的二手房。 记者采访当天,燃气表上的数字是7782立方。 在房产中介出去的这份物业交割单上,工气限读数这一栏是空白的,是否结清这一栏中的柿子附近打了个勾。 图先生告诉记者,当初买房的时候,他没有留意过燃气表的实际数字。 去年9月,他们和前任房东到杭州市民中心的服务窗口,办理了水电和燃气的过户手续。 图先生说,这套二手房买来之后就开始装修。 到了今年5月份,一家人才搬了进来。 随后这几个月,燃气超表员一直没有来家里超过燃气表。 9月底,图先生拨打了燃气公司的客服热线。 因为我以前的家也住在这附近,他每个月都会上门来超的,然后一直没来超,我觉得很奇怪。 我打电话让燃气公司,第一个让他来检查一下煤气的安全性,第二个让他上门来超表。 结果超了以后,这个产生的费用让我大点眼镜。 燃气表的户主是图先生的妻子。 从双方的微信沟通记录来看,9月30日上午,图先生的妻子把燃气表的照片发给了燃气超表员。 对方随后发来一张燃气超表单的照片。 单据上的上次指数是5017立方,本次指数是7779立方, 本次消费量是2762立方,燃气费超过12000。 随后,图先生的妻子又收到燃气公司的系统短信, 用气量和燃气费的数字跟燃气超表单上的一样。 两口子很惊讶,家里没有安装地暖,用到燃气的就是燃气灶和热水器。 一家人在五个月里,不可能用掉2000多立方燃气。 图先生就投诉到了燃气公司的客服热线。 那最近一次超表时间就是2015年的时候超的, 那我觉得到我现在使用已经快有七年的时间了, 这七年时间为什么一直不来超表? 那这个费用,一万多的费用我肯定没有办法承担。 有时候不在家,有时候他那个没灵啊,去认嘛,也认不想。 他那个区域分离我的比较晚嘛,大概有一年,我是没超到过。 以前我不清楚的。 当时超表员说,他一般两个月上门超表一次。 其他同事怎么找前任房东超燃气表的,他不太清楚。 图先生说,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几天给他打了电话。 要让我交掉这七千块钱,不然的话会影响我后续的正常使用。 对这个事您怎么想? 那我觉得首先我不可能一个普通的家庭, 一个月的燃气费用也就二三十块钱吧,一半。 那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七千多块钱的费用? 按照图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,记者尝试联系前任房东, 电话一直没人接听,短信发过去也没有回复。 赶到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, 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这份居民用户公用器合同变更表。 表格上注明,表上指数是五千零一十七立方, 下面还有一行文字备注,是这样写的。 本人要求在未结清元气费的情况下变更护明, 愿意承担产生的所有燃气费用, 并认可已发生的年度用气指标。 这行备注边上是图先生妻子的签名。 记者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图先生。 他说办理燃气过户的时候比较匆忙, 夫妻俩都没有仔细看过表格上的备注。 燃气公司方面表示, 他们会联系前任房东和图先生, 做好两方的协调工作。 即使由图先生来承担两千多立方的燃气费用, 考虑到阶梯契价的因素, 最后的交费金额也不会到一万二这么多。 因为这个前房东从2015年, 我们系统定案系统定期给用户发送超表短信, 但是连续五年多一直没有遇到。 所以说变成五年时间一次性在今年超表进行体现了。 在今年12个使用周期里面, 那么就更多的这个气量就到了二档三档的一个量。 那么这个呢我们会进行还原。 燃气公司方面建议, 像图先生这种情况, 当初购买二手房的时候, 直接向燃气公司核实情况会更有保障。 可以连到我们的营业点, 或者说联系我们的967266的日线再进行确认, 把这个读数跟我们表的读数在那个系统上去确认一下。 对于无法入户超表这个问题, 燃气公司已经拿出了两个解决办法。 一个办法是居民用户通过杭州燃气19服务厅, 在网上完成自助超表。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款智能燃气表, 它的专业名称叫无线远传模式燃气表。 智能燃气表的个头比传统的燃气表更大一点, 设备上多了一个液晶屏幕。 截至到目前呢, 我们136万用户里面, 我们已经有55万用户是采用智能表了。 它的数据可以设施远传。 今后等相应的法律和相关的技术到位以后呢, 它可以做单户的远程精准切断。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。 9104万用户里面的大膽子强 steeds这个角度出owe的。 至于8215万用户里面的预线。 感谢观看